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,家住苗栗现造桥乡大西村的19岁中姓女大生与妹妹同游单亲妇打零工抚养,但父亲今年接连离爱又中风,家里顿失经济支柱,而家中还有高龄八旬的奶奶也问病,中女为照顾父亲辞去公读,生活及医药费用压得她喘不过气,因而写信向村长气速求助。 孝顺的中女目前就读国立大学进修部二年级,另有一个在外地就读高职的17岁妹妹,家中老奶奶卧病在床衣两年,过去都靠父亲打零工支撑全家生计,而她自己也半工半读赚取学杂费。 但今年父亲被诊断出离患点桃线爱第四期,靠阿伯勉强支撑父亲及奶奶的医疗照护费,到9月父亲又突发老一血中风导致左半身瘫痪,阿伯上月因肝病促失,经济及照护压力让她心力交瘁,不得以下写信向大西村村长求助。 中女无助气宿,家中每月生活,医药开销约3万元,另还要支付看护费及姐妹俩的学杂费等,阿伯促失后,不但姐妹学业可能因此中断,后续医疗及生活都成问题。 大西村长黄德仍收到信后,今天会同造桥乡长黄淳德到中家访试,黄淳德也先自掏腰包先给予三千元救急,并表示若有民众享生员,可洽询公所名正客客掌污人怀帮助中家渡过难关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